臺灣走透透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臺灣走透透 我是巧莉 今天呢 我來到如洲市的京城博物館 為什麼會來到這裡呢 說真的呢 因為呢 事實上我在網路上 看到各個各個各種不同的博物館 但是呢 唯獨這一間呢 是絕對特別的 因為呢 它的文物真的多到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說為什麼它沒有被大家注意到呢 所以啦 今天巧莉呢 就為大家呢 先來這裡一趟 讓它來看了究竟 到底看它說有哪些東西 現在呢 我有打電話去問他們啊 他們說呢 要進去呢 一定要從一個特別的門來進去喔 真的很特別耶 他說一定要從青龍門進去 雖然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呢 還是照他們話去說比較好 OK Let's go 現在呢 我已經來到裡面了 而我們今天呢 將會請我們的館長 王亮傳先生呢 來我們做導覽 謝謝你 謝謝佳妮 你好 你好 亮亮 姐姐 您跟我們的觀眾來道個 Say hello 這邊 這邊是蘆洲市紫禁城博物館 第一站呢 是從孝順這邊來開始 所以請 我今天要介紹的這塊石頭呢 是從大陸畫山搬過來的 跟一般的石頭有物形場也不一樣 因為石頭就是石頭 所以說我們一進來就可以看到一些文物了 對對對 所以石頭上面呢 你要注意看的話 還要找到一把那個骨頭 那那個骨頭呢 它的來歷不尋常 是傳說開天辟地 就從大陸畫山那邊搬過來 那這邊的主角 它叫陳香 就是寶蓮燈 披山舊母的典故 所以每個人都有父母親 為人子女都要孝順 所以代表本館說 第一堂課的孝大的 就開始 是這樣 沒想到我們才剛進門 我們就可以開始學到東西了 所以說那我們現在 您將會帶我們看 整個園區還有每個館內 來做個介紹嗎 可以 來 請 謝謝 OK 走吧 巧莉小姐 這塊石頭 跟一般的不一樣 那它有什麼不一樣的呢 你看來是石頭石 沒有錯 當然它有個特別的 就是說 鳳子五五官員 今年等 字子下馬 簡稱叫下馬碑 可是那它有什麼意思呢 在大陸來講 在中國來講 有兩位 比較 一般比較熟悉的 第一就是關公 就是武廟 第二叫文聖 就是孔子 所以見到孔廟跟武廟 金輪一定要下馬 文官要下轎 一般的走路的 以前有穿木機的 那木機很吵 所以把木機一定要拿在手上 所以說看到這一塊石碑 就一定要做出像這樣的動作嗎 對 所以路過天波湖 路過文廟跟孔廟 就武廟跟孔廟都要 以前看到這個下馬碑都 一定要尊重 有記憶背那麼多的精神 也要學忠與勇 一個國家未來的東娘應該有忠應該有勇 文安邦 文官 就是等於現在的外交官 文官 武官 武將 這兩尊是黃陵才有的 只要一般的高度 在台灣來找 在北港那邊有 但是這麼高的在這裡才有 對 這邊才有 好高喔 不能說要跑到大陸去 十三黃陵 你要記得喔 有一層樓高以上 通常是黃陵才有 靈寢才有 就是守住那個皇帝的靈寢 所以文東 武西 所以我這邊 武館的座樓剛好是 座南朝北 所以文官剛好在東邊 對 武官剛好在西邊 所以文東 武西 也是按照古代的旅節 按照古代關節的方位 所以哪一尊彈 通常是文官 階級同樣是 它的關節是比較大 所以文武是這樣的稱呼 在北港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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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要叫狀元的書房呢 因為這間在光 光系六年的時候 這位狀元公 在沃淇娜 就是現在的琉球 他有當過大使 所以這邊裡面有聖子 待會兒我們可以詳細的介紹 哇聖子耶 所以光系五年的時候 日本地基艦隊 去攻打琉球 因為剛好他告急 光系皇帝呢 因為清朝的時候 剛好那個國力已經衰退 他無心管到琉球 所以琉球在光系五年的時候 被陸本來侵略了 所以到現在還是一個懸案 所以這位板廷先生 告老還鄉 回到福建的泉州 所以蓋了狀元虎 所以他在八十歲的時候 他也受過光系皇帝頒贈 這塊藏朝得望的聖子的扁 所以光系五年的時候 琉球就被陸本同志了 光系為了感念他的奉公偉業 對 因為琉球的寡跟他沒有關 所以頒這個金點 在以前來講是一個得高望重 對 為什麼叫莊元虎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把莊元的主題 他大展演拆完了 剩下書房 所以你不要看這些金點很小 因為是按照我們中國人的身高 所以門有多高 門楣就有多高 所以不是做假的 所以你看哪有門 所以因為是書房 也是書院 就是說狀言在圖書的地方 還有夜見的地方 看文章寫文章的地方 我們拜拜的時候 有時候會拜臭神 其實祈求金榜提影部是拜文章 文章是智慧神 奎心是功名神 所以你為了求功名要拜奎心功 所以魁魚怎樣寫 一個鬼 再一個斗 所以你看他的長相 你看 他的臉 不是褻瀆神明 我是真正在講 他的臉部像鬼 所以他的腳翹起來 就踢一個斗 所以鬼再加一個斗叫魁 所以 種魁 花魁 所以 甲魚 甲號 甲鄉 就是狀言 榜眼 探花 就是三基地 所以 三十六名 近世的前三名 就是狀言 就是這個典故 看來各位之前 都不小心拜錯 所以要記住 我們是要拜魁 魁星 魁星 也叫魁星公 文章公是平常就要拜拜 就增加智慧 所以 因為本館的特色 所以我強調比較久一點 所以 有具備 有那麼多的情操 再來拜 拜狀言虎的魁星公 才是未來的好官 對 說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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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